今天給車子上排 在路上 我跟大家說一下油耗的事 有網友說這個車說非常的耗油 在市區開的話 如果上下班高峰期 在9.6個油左右 如果走高速的話 6.1了 現在是6.1 等到出了高速 估計也就6個油左右 就這麼個樣子 250米處 有限速和應急車道監控 限速100 今天天氣挺好的 看看蘇州 還是蘇州好 蘇州這路又寬 車就少 就特別適合我這種心手開 可惜 昨天想在上海找一個 車少的路段 根本就沒有 別看蘇州離上海那麼近 物價就不一樣 我記得上次我路過這邊 這是物價要比上海便宜一半 就上海賣7塊錢的東西 這就是可能賣3塊多 要菜 我指的是蔬菜 別的都差不多 這是不是種的菜圓子 這是快餐 牛雜湯 車以後就不能喝啤酒吧 口乾舌道 和大搖 怪不得好多人都開著車和大搖 看我曬的黑吧 這兩邊就是 在前面坐 在車前面坐 曬的 我發現了開車 跟戶外 差不多 自從摸了車之後 發現生活質量極速下降 不是別的 只要你開著車出去的 吃飯絕對是故隆的 不像以前說 想找個什麼地 找一個自己喜歡吃的餐館 在這慢慢想著 實在有事 一是想 車往哪停 跑停了 二是我人還要走得走多久 哎呀 生活就是要極速下降 看看這是我要的菜骨湯 這裡邊是牛肉 牛肉骨頭上的肉 還有粉絲 20塊錢一碗 這車子在這邊排隊 我這排在最後面 下午一點鐘開始上班 我還排了這麼多車 不知道輪到我什麼時候 整天辦點事就排隊 今天天氣也夠好的了 快曬脫了皮了 這是我辦牌照的對接人 到了蘇州就跟他聯繫 發票在里面 還沒交對吧 對沒交了 那個社會認證好了嗎 什麼 社會認證還做了 沒做了 沒做我來給你 我來給你弄 等一下 然後廁所的身份證在您這裡 待會兒這裡 今天上排 大部分時間就是在排隊 這一天都浪費了 因為我是上午過來的 從上海往這走 一個多小時 不到一個 不止一個多小時 反正一個半小時 朝上了 好像差不多那樣子 到這邊排隊 不記得排幾個小時 下午再安完了 再往回趕 今天一些時間都在蘇州了 但是我發覺了 蘇州的天氣還是挺好的 而且蘇州的路真的很寬 還沒有那麼多車輛 在蘇州這開車可太爽了 我在上海的路上開車 不是堵 就是插隊 變動 那真的是有技術 看誰賊 看誰速度快 就往裡擠呀擠呀擠呀 變動 我插呀 然後堵車耗子 耗子 穩住 那車 還有我這個車子 如果在堵車的情況下 它發動機是自動的 就滅了的 我不可以表達 就是說它自動就熄火了 似的 它就不耗油了 等到你想走的時候 踩上油門 一秒鐘 一一就走了 我覺得這點還挺好的 以前的老事兒的車子 是不是 當你在這堵車的時候 就是車在停的時候 它發動機也不熄火 還想繼續燒油 它這個還好一點 但是在市區堵車的情況下 這個油還是 我昨天說了 9.6左右 最高油耗是9.6左右 低的時候就不說了 咱說個高的值 和說一個上高速值 我覺得這個比較實用的 也沒有大家伙所說的那麼的耗油 我覺得油車都差不多這樣 油車在像上海這種堵的車段 估計都是9個以上的油 10個左右的 對吧 我這也是 我這還沒到10個呢 然後在高速上面 最低是5.8 油耗高的時候 就5.8到6.0 這個值之間 我還是可以接受的 這個對接人 他想怎麼操作怎麼操作 我什麼都不用管 在旁邊看熱鬧就行了 在旁邊看熱鬧就行了 他这边开始检验 这边计较资料 然后就可以办下来了 我的牌子要办好了 车牌已经出来了 正在等着 我这边是有一个人帮的代理办的 所以我就只管在这边啥等就行了 告诉我去哪个窗口 就去哪个窗口省心 不用东跑西天的 左问右问的 江苏的这边的大惊还蛮大的 人少怎么都舒服 朋友们这个弄好了 像有网友说 少绿本门什么的 那到手了 到下午两点多了 有车牌子 我的车牌好了 现在去上了 这一天时间全耗在这了 下午番的真约 这马上的温暖 请 happy 好 车牌的 到最可烈这边 luxury 200 belly 饭 警司 前面一个师傅和哪个师傅 一眨眼的功夫就好了 刚刚给车子买了个车膜 车膜好规影 跑的都1000多 但是也不想贴岔的 就买了一个1000多的 我不知道养儿子得花多少钱 但是我发现自从有了车子 钱好像是真得没事就往里搭点 还有就是抽薪的 还有就是生活质量下降了 还有就是晒黑了